秀林乡长王玫瑰在五个村的村长还有大批支持者的陪同之下 2号上午9点前往秀林乡公所登记参选 他表示四年为村民争取相当多的社会福利还有建设地方 未来也将会继续用心打造快乐幸福城市 在国民党秀林乡党部主任委员基森 秀林乡委员代表会主席赖俊杰 副主席赖惠美秀林乡代表派陪伙 王哲元和大批的支持者陪同秀林乡的王玫瑰 来连任参选秀林乡长一职 王玫瑰表示四年前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认真地破坏了秀林十项愿景 都是以倾听地方的建议来调整自己的时政方针 而这次是以元席用心幸福秀林为理念 开创美好幸福城市 四年前玫瑰的口号是用心认真爱秀林 四年后的今天要继续连任 我的口号就是延续用心幸福秀林 我希望能够打造秀林乡是全国原乡最幸福的乡镇 未来我希望是全国各乡镇的一个领头羊 这次我还是依照我的初衷 制定了六大幸福蓝图 就是要幸福秀林 也要美丽秀林 也要国立秀林 也要文唱秀林 也要传承秀林 更要农推秀林 最后 在此告诉大家 因为证件内容非常多 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在这里跟大家说明 我希望大家能够上我们的粉丝专业 FB粉丝专业 或是我的官网 都可以看到 我这次的证件内容 一定是相当符合我们自己在地的需求 接着哈罗克牧师 也带领着大家 为修林向上 我们会祈祷 以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来为他祝福 在选举贡献当中 能够顺利 而且当选连任 我们会表示 他会秉持初衷的心 继续为乡星争取福利 来改造敌方风貌 也恳请乡星继续提出建议 共同来打造快乐修林的美丽愿景 记得喜欢学乡的老